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好石 上一周我向大家公布说 心灵力疗失那个频道暂时停更 其实从我内心深处来讲 我并不觉得这让我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但是我今天要宣布的这件事情 真的令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就是伴随大家好多年的虎牙一起看电影频道停更 我跟虎牙每年都会签一年的合同 但是每年合同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从去年我跟虎牙签完合同到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 六个月的时间对方只给我开了两个月的工资 而且是最低一阶的酬劳 这还咋干呀 当然虎牙工作人员说这是因为我的排名没有达到所造成的 好吧 我认 但是我明白这其实跟职场上的道理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以前我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薪资水平高低和他的职业生涯长短成反比 就是一个打工仔拿到的酬劳越高 那他的老板是一定会越快的想要把他给开掉的 只不过在开掉他之前 老板需要先榨取到他身上的价值 当他的价值被榨取的差不多了之后 那老板还干嘛要高心养着他呢 我作为一个每周能持续贡献新内容的主播 这已经使我的职业生涯周期延长了很多了 这些年来我送走了许多同行 但是一个人再怎么长寿也不代表他就能永远的活下去 为什么以前我在虎牙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 我的排名突然就降低了那么多呢 这会不会就像是一个老板在向一个员工示意 你该走了 你自己识趣点打个辞职报告吧 要不然的话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为什么有些高薪打工者 突然某天把亲朋好友叫在一起吃饭 然后席间他说他不想干了 想换份工作 大家都会劝他说 哎呀多好的工作呀 多高的收入呀 你为啥辞职啊 你以为他想啊 他也很无奈的好吗 我每周兢兢业业从不断更视频 有相对高品质的节目稳定的输出 在每一个我所投放的平台上 为什么之前一直都是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我的排名就没了 为什么我突然连底薪都拿不到了 要知道这个排名是不透明的 是平台方负责跟主播沟通的编辑告诉你 你这个月的排名是第几 那你就是第几 你自己是无法看到的 反正就是别人上嘴瓶碰碰下嘴瓶 说我是啥 我就是啥 我的排名不是线性下滑的 而是突然一下子排行榜上 就再也看不见我了 我不是这样跌下去的 我是突然消失了 那我的排名跟平台方推不推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说这些好像我是在向大家传递 我对这个平台是有多不满似的 我内心确实是有不甘 但是我对虎牙一起看电影 这个平台完全没有恨意 我也知道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 加之电影版权保护也开始越发严格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收缩自己的战略目标 或者是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 以便熬过这个寒冬 那确实有一些人要成为牺牲品 我完全可以理解 只不过我的火牙一起看轮波间 我经营了那么多年 那上面有很多我的粉丝 其中一个还来过我家 给我安装过摄像头 是个小哥哥 一个粉丝能去到主播的家里 我又不是大主播 这种事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机缘巧合的 概率是非常低的 而这个平台就是带给了我俩 这样一场奇妙的相遇 如果我要是进了什么什么群 有群成员认识我 那倒还算是正常 但是在家中能相见的 估计没有几个主播拥有过这种经历吧 所以我刚才抱怨了那么多 只是因为我很不舍很不舍 不舍到心在滴血的那种不舍 但是我理解平台的行为 我也认为平台的做法无可厚非 因为我之前也开过公司 在我的公司经营困难的时候 那就是会优先裁员 收作公司的规模 这肯定是损害了那些 被裁掉的员工的利益 很无奈呀 我不想呀 但是我的员工能理解我 没有一个被裁掉的人是有怨言的 只不过即便如此 后来公司还是没经营下去 相同的我理解平台 我在关停心灵理疗师那个频道的时候 我还没有特别的难受 但是我今天要停掉虎牙一起看电影的轮波间的时候 我感觉我有点绷不住了 我知道一个人事业上遇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能被这种事情给击垮的人 只不过我感觉最近可能我实在是太寸了 因为我的感情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去年年底我跟我前女友和平分手 我跟她谈了三年半的恋爱 刚开始她都不相信我会跟她分手 三十大几的人了 谈了那么多年的恋爱 说放弃就放弃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是瞎耽误生命吗 后来由于我的决绝 她死心了 但是我她喵又开始后悔了 我又想把她给追回来了 只可惜已经晚了 追是追不回来了 只能让我自己去追悔莫及去吧 我觉得就这件事来讲 我真是挺浪的 如果我还年轻的话 我确实有分手的资本 但是我都这个年龄了 我不应该再用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去对待感情 也就是说我在后院起火的时候 前方战场又出现了问题 命运啊命运 你跟我玩前后夹击是吧 我知道这个社会上 有的是人在经历事业上的挫折 或者在经历家庭里的矛盾 但如果你只是一头出现问题的话 那至少要么你还有个温暖的家庭可以依靠 要么你还有个有笨头的事业可以去拼搏 但如果同时两头所有的问题都找上你了的话 那么恭喜你陷入了中年危机 也许这不一定是你浪了或者作了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你哪怕是一点恶习都没有 你吃喝嫖赌抽样样都不沾 你每日拼搏兢兢业业 你顾家你上进 你集所有美好的品质于一身 那你就能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吗 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是跌落在大海里的人 请问谁能在大海里站得稳呀 我们拼搏的向上滑了 也只不过是将将能维持自己没被淹死而已啊 当命运的大浪潮拍过来的时候 那些本身就只是维持在没被淹死的边缘的人们 又有几个能扛得住这滔天巨浪呢 不容易啊 大家都不容易 只不过不管我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我平常看起来永远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没有人知道其实我现在内心是有多么的煎熬和痛苦 因为我早已失去了哭这项技能 我的眼泪只可能往一个方向流 那就是我的内心深处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失恋了失业了 或者遭遇其他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能够大哭一场是多么多么的幸运 在这一点上我真的非常羡慕女性 哪怕是到了我妈那个年龄的女人 她隔三差五跟我爸闹别扭了 还能打个电话向我哭嘱一下 怪不得女人寿命长呢 男人是从什么时候失去了哭这项技能了呢 而这项技能其实是挺重要的 它是一项能够延长我们寿命 让我们保持年轻态的技能 我去过一些相亲会场 我发现相同年龄的中年男女 往往女人保养的会比男人好一些 精神面貌看起来会更年轻一些 说起来吧女人到了中年 由于体内激素水平的原因 是应该会快速衰老的 但是现在的女人都挺会保养自己的 而绝大多数男人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大老爷们 是不是应该重新拾起哭这项技能呢 我现在真的不觉得这是一项会很丢脸的技能 只可惜我是不会 有同学可能会说 就算你现在没有组成自己的家庭 那你不还有个原生家庭可以依靠吗 你有啥事可以跟父母说吗 我承认父母健在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温暖且幸运的事情 只不过这一代人的想法 是父母那一代人理解不了的 像我工作一忙起来 我去我爸妈那儿自然就会去的少了 我妈有时候就会埋怨说 天天就看你忙忙忙 也没见你赚啥钱呀 这要是换成心灵脆弱的人 很有可能就会跟老妈吵一下都说不准了 是吧 但是我知道我妈就是一个口无遮拦 内心却非常非常关心我的人 所以我从来不会跟她生这种嫌弃 我内心要是连这点刻薄的话 都承受不住的话 那只能说明是我的内心不够强大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父母是不理解子女的 他们哪知道当今社会能正常体面的活着 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还赚钱 他们年轻的时候只要肯努力 做点小生意 干点小买卖 只要踏实肯干 那就是能赚到钱的 但是这个时代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由于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 父母和孩子之间虽然只相差了一代 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其实是相差了好几代的 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们国家是把那些自发性现代化国家 需要好几代才走完的路 我们用一代就走完了 像我爸可能到现在都无法理解 我为什么会从体制内辞职 而我妈也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会筛选掉那么多 她看起来很合适的女孩 我告诉过他们不止一次 因为体制内的那份工作 我干起来不开心呀 那个女孩哪哪都好 但我就是不喜欢她呀 父母为子女所安排的人生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 永远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 实则是貌合神离 所以我认为我的原生家庭 无论在情感方面 还是在事业方面 都无法给我提供 真正有营养价值的指导 但我的父母也经常会反驳我 你说的好听 那你倒是过得幸福点 让我们看看呗 你不听我们的 你要是能过得很幸福 那我们肯定就闭嘴了呗 确实当父母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无力反驳 我也承认我选择了一条 看似很美好 实则是非常难走的人生道路 这条路上风景虽好 但全是发卡弯和炮弹坑 而我父母给我指的那条路 是一条平坦的高速公路 它风险低 只不过你就不要幻想 能有什么奇妙的人生经历 不巧 我是一个注重体验的人 所以我才会那么叛逆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已经走上了这条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 而走这条路 我父母是完完全全帮不了我的 那我又怎么可能依靠得了我的原生家庭呢 我就算向他们倾诉 他们也未必能理解得了 他们就算理解了 他们所说的劝我的话 也未必是我想听的 很有可能就是挖苦我一番 当然他们内心肯定是一番好意 只不过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普遍情商堪忧 那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久而久之 我当然就不愿意跟父母有过多的沟通了 那正是由于我的原生家庭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就特别渴望 自己能组建一个温馨温暖 互相理解 相互包容的家庭 但也正是因为有如此之高的要求 那感情上往往就会不太顺利 你看那些没有什么要求的人 两口子可能天天都是吵吵闹闹的 但他们的家庭就是稳定 我作为一个中年男人 拼了老命 无非图的就是两件事情 一是事业蒸蒸日上 二是家庭幸福美满 我非常乐意把我自己当成一根蜡烛 去燃烧我自己 去照亮我的家人 可现在的情况却是 我想当一根蜡烛 我都当不成 很抱歉 今天我向大家传递了 这么多负能量的东西 平常我也没有什么可倾诉的人 也只有我的观众 还愿意听我在这倒倒苦水 不过我完全没有 想让大家去躺平的意思 我说过 勤恳工作 努力拼搏 也许不会让你过上大负大跪的人生 但是它能让你不至于过得太贫穷 勤劳不能提升你的上限 但是能拉高你的下限 人生是一条曲线 有波峰自然有波谷 我在波峰的时候 认为这世上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能伤害得了我 我认为我的内心非常强大 哪怕是我失去了一切 大不了我从头再来呗 但是当事真的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当我跌入到低谷的时候 我又会认为 我那个时候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我只有越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才能越快的从这个泥潭里爬出来 从而再次走向波峰 至于感情方面 我以前老是劝别的失恋的同学啊 说的那叫头头是道 你应该坚强 分手是人生的必修课 但是我却忽略了人在低谷的时候 心态是特别容易爆炸的 是特别易怒 特别不易开心的 当事情发生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 要是这时有人在我耳边来一句 你应该坚强 分手是人生的必修课 我只想一脚踹死他 这种煎熬和痛苦 怎么可能是通过别人的直言片语 就能治好的呢 说起来吧 我还是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人了 还这样呢 更何况那些年轻人呢 我真的不希望再经历这种痛苦了 再坚强的人都未必能承受得住 失恋的摧残 但是我也不是在劝大家躺平 不去谈恋爱 因为害怕结束时的伤害 就不敢开始一段恋情的话 那更愚蠢 我会希望如果我再开启一段恋情的话 那这段恋情最好就不要再有结束的那天了 我会尽我所能把该绕开的坑都给绕开 尽我所能处理好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但是万一最终还是分开了的话 我相信我也一定不会后悔 当初我选择开始这段恋情 因为我知道每一场我谈过的恋爱 每一个我去过的地方 每一本我读过的书 每一部我看过的电影 每一款我玩过的游戏 共同组成了我这条人生道路上的美丽风景 好吧 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为我担心 接下来我肯定是 该干活会继续努力干活 该找对象也会积极的去寻找对象 感谢同学们听我在这刀一刀了半天